故事 生动的演出获得台下观众喝彩 为了让雾峰区的民众更认识自己的家乡 台中市立图书馆 雾峰倚文分馆 每年都会举办认识我的家乡活动 这一次带大家到青铜林进行为旅行 很棒啊 因为都可以认识各种的生态 然后知道他们的习性 然后以及让我知道怎么保育他们 保护他们 不能破坏 然后要珍惜我们的生态 有我们社区的居民 然后来带动 然后解说 然后让我们这些来的这些居民 了解我们社区 其实让他们看到的是我们真实 在社区这边从40多年 社区营造的一些成果 当然你自己进来的话 其实只能看到自然的环境 你看不到这些社区的真实的状况 同龄社区拥有丰富的自然生态环境 可说是雾峰之沸 不少人常走访九九峰 青铜林等知名景点 但却没有实际真正走入社区 这一次透过社区人员的导览解说 走访平常民众不曾探访的地方 深入认识铜林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透过实际探访才能真正了解一个社区 所蕴含的丰富故事 来到我们的青铜林认识一下在地的一些生态 还有了解我们一些有在地的鸟类昆虫 还有我们在地的民众他们所经营的一个百草原 来让小朋友了解一下 其实我们平常害怕的一些昆虫像蚕蜀啊 还有一些什么猫头鹰 其实他们都是一些异虫 可以帮助我们产除一些害虫 那我们就可以减少使用一些农药 然后能够建设我们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生态环境 我们希望就是透过我们这个魔斗剧场 除了让这些来的参访的这些人 知道我们的生态的保育的观念 环境保护的观念之外 就是希望说他们能够用这样子爱环境 就是爱土地的这个方式 回去在自己的社区自己的家园里面 就是尽量用环保的方式去过生活 除了实地解说导览之外 社区准备了魔斗剧场的演出 希望传达爱护环境 重视生态保育的重要性 透过这一次的深入为旅行 也让大家看见 社区从事社造十多年的成果 每个人都是收获满满 记者程朝安台中采访报导